啊 好巧啊 我以为你叫白时期 是白家时期小姐 没想到 你是白家大小姐 我知道 你知道了之后呢 肯定会觉得不自在 说不定还会逃避见到我 但是我还想见你啊 所以我就没说 干吗 就算你真的把我当成是 白府的时期小姐 那我喜欢你这件事 也不难看出来吧 不是 我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 我一直都把你当朋友 我也没有真的怪你啊 而且你看啊 你呢 喜欢于姑娘 可是她浑然不知 还有自己的 夫君 我呢 喜欢你 但是你也浑然不知 而且也有自己喜欢的女孩 抱怨不爽 挺公平的 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你还挺牙尖嘴吏的嘛 你以前也没发现 我是你未婚妻啊 不过啊 你以后在白府 可一定得当心了 我爹要是知道了你的小心思 他不会放过你的 你放心吧 等我帮完他 我就跟你爹 把这件事说清楚 我倒希望你别急着 和我撇清关系 你可以去争取 那我也可以啊 而且你自己说的 长长短短都是一辈子 我也想和我喜欢的人 过一辈子 走吧 我爹呢 把你安排在了南园 那个于小姐 她住在西园 你要是想去找她的话呢 有点儿远 有点儿脸 我 我 反正 我们 我们 把你